因應烏克蘭水壩潰堤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誰才是始作勇者 而無雙方互相指責 真相人未可知 但烏克蘭的說法 顯然獲得歐盟財信 聯合國表示 當務之急是協助災民度過難關 聯合國也警告 災難的嚴重性 未來幾天才會明朗 長遠來看 更會衝擊克蘭南部 以及克里米亞的糧食生產 洪水甚至可能將地雷 帶往原本以評估為安全的區域 讓無辜生命再度置身險境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最終的 了解